有人说,自古以来,囚犯之所以会被打入大牢,最重要的便是他的思维与社会不相容,所以是要在监狱中通过教育,难以思维回归正常的轨道。 而近年来,随着好莱坞或是一些粤粤电影,或是真实的南美独销跟粤粤历程,人们也不难发现,这些走上犯罪的人,他们除了胆子打之外,同时起思维中确实有一定的不同之处。 在中国,也有一个最扭起的死刑犯,他因为好奇而走上犯罪的道路,但由于经验被捉,最终难逃罚网,而在被枪逼的当天,他因为发明了一项专利,而被免除死刑,同时还被高薪聘请。 此人,就是曾教读于浙江大学的高材生李鸿涛,在毕业之初,李鸿涛也像很多年轻人一样,不甘每天朝九晚五上班下班,拿着固定的薪水还房载,还车带,生儿育女,样家糊口,对于一位名列成国前茅的九八五名校毕业的学生来说,一番作为不该是这样。 所以,正如世界上一小部分,上海经营的成长着路一样,李鸿涛也希望通过一些看不见的路径,让自己迅速在上海中崛起。 于是,当他面临创业体动资金不足时,李鸿涛便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,他通过伪造银行的印件,成功骗骗取了几十八万元密币。 本以为通过这个方式,就可以让自己不对酬资金问其。 然而,由于在犯罪过程中路动摆出,李鸿涛很快便被识破,并被投入监狱中。 但令人奇怪的是,在审讯或是被抓捕的过程中,李鸿涛不仅没有半点紧张,他反而一边回答别人的问题,一边琢磨着怎样将困住自己的手铐解开。 所以,在当天,狡猾的李鸿涛便轻松逃脱开去,然而,并不像其他越旅的逃犯,选择逃往深山或是国外。 李鸿涛选择的是跑回家里,将自己的证据全部销毁,而后老老实实坐在家里,等着警察来抓自己。 他的理由是,自己没有进过监狱,想进去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个是什么情况。 然而,在审讯的时候,由于程序比较复杂,李鸿涛一等再等,最后十分白躁,于是他便说服几个监狱里的狱友,一起挖了一个通道逃走。 等警察发现牢房里面没人时,李鸿涛已经逃之夭夭了。 然而,在逃跑的过程中,李鸿涛又觉得这样的日子十分没意思,已经到了这个程度,每日在逃跑中度过,让他感慨时光不已,人生除了坐牢,还有什么是更有意义。 终于,在冥思苦想中,李鸿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路,那便是回到监狱发明一个让后人记住自己的东西。 于是,李鸿涛又自首回到狱中,迅速申请发向。 并马上投入到其中,虽然当时他已被判处了死刑,但是,李鸿涛对此毫不在乎。 在他看来,能为世界留下一个发明,已经十分满意了。 当时,李鸿涛枪毙的时间即将到来,然而,由于他的研发项目出现成果,于是监狱方面为他提出申请,再次为李鸿涛留下了充足的时间。 直到枪毙时间到来那天,李鸿涛的无刷电机终于问世,鉴于他的重大贡献,以及去初能改的态度,他的死刑被改为有期徒刑。 而李鸿涛也十分珍惜,在监狱中的日子,他又接连发明了许多具有极大价值的东西。 最终,他的有期徒刑全部剪除,出狱后,他还被国家高薪聘请,投入到更重要的研究项目中。 至此,李鸿涛通过无数弯路,终于明镇燕顺回归到了自己最终梦想的轨道上。 从李鸿涛弯弯弯弯弯弯追寻梦想的道路来看,人们不难发现,一个人追寻梦想,最终都是为了为社会创造价值,为造福于人类的事业而努力。 所以,与其违背规则,而面临牢狱之灾的风险,还不如尽早规划好自己的梦想之路,扬帆取航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